男嘉宾问个问题 儿子 儿媳妇真孝顺 咱还是找啥另一半 不找的吧 找个头的孩子 相复到老 老伴 老伴还得有老伴 但是呢您知道呢 孩子在你身上有一份牵挂 这一份牵挂 就是无论走到哪儿 他都有行事 我爸在家一个儿 是吧 孤不孤单呢 开不开心呢 天天打电话 老惦记 天天打电话问我一声 吃饭了吗 吃啥饭呢 饭了啥菜都问了 就特别惦记你 你男嘉宾展示了 家人也展示了 咱看看 秘诗里的女嘉宾 对待男嘉宾 以及她的家庭印象如何 来 有请一号女嘉宾 主持人好 男嘉宾你好 来 对待男嘉宾 第一印象如何 就是挺容易接见人的 那种感觉 就有亲切感 对吧 对 你就是往这一站 没有表情都像有表情 好像就可能笑 是不是 谢谢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来 二号女嘉宾你好 挺喜欢男嘉宾 长得挺帅 憨厚 我喜欢 刚才说儿子 好直接 就你喜欢 好多人喜欢你 来 我问一下 刚才儿子和儿媳妇上台了 看见没 看到了 对这俩孩子印象如何 非常好 儿子孝顺 儿媳妇孝顺 你看这儿子比他还好呢 是不是 是啊 咱得说谁有福啊 得说那小姑娘有福 是不是 这好 家庭范围好 好 来 谢谢我们的二号 来 三号女嘉宾 男嘉宾好 你好 请问男嘉宾你是复兴人吗 对 复兴室人 四里的 对 我老家也是父亲的 张武县 不是 我说父亲是海中区赚钱的 我是赚个家 这但是庭的地方都知道 是不是啊 知道 知道 哪是哪的都知道 你算半拉老乡 能这样说吧 但是三号女嘉宾老家这还有人的话 没事陪你创亲亲啥的 烙着烙着心 烙出熟人的 好 来 谢谢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四号女嘉宾你好 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 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这么巧啊 男嘉宾旅游你是喜欢自驾游吗 以后咱俩可以自驾游 自驾游 明白呀 那这么说呢 男嘉宾就喜欢自驾游 我也喜欢 人家说就喜欢开车 然后旁边坐着媳妇边唠嗑边开 想去哪儿去哪儿 我就喜欢开车的 他俩 我以为阿姨会开车呢 没有 他就会 我也喜欢 你俩能倒班啊 是不是 可以的 更远的地方 您所说的这种旅游市场 去多远呢 近也行 远的也行 就出去溜的就行 对对对 不爱给家呆着 你这一时就买 男嘉宾一使劲买个房车 房子先不买 买房车 咱儿子 儿媳妇都会开车 是不是 一家四口 儿媳妇是驾校的教练 你这是开车高手了 专业的 你想摸到方向盘 轮不着呢 你看咱三号女嘉宾 就喜欢坐在副驾驶 风吹着你的肠吧 是吧 来吧 四号女嘉宾 是属于直接型的 人也没说对你印象如何 但是这一句话就表明 人就喜欢你看上你 欣赏你 仰慕你 就要把你整走 他就是在威胁叔叔 就是在威胁 就是威胁啊 他就是说你一定要心理准备 是不是啊 你一定要 不受他的威胁 为啥呢 怎样渴儿自己的心理学 他肯定学四号 害怕